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位画家最喜欢画的动物竟然是圆 他就是中国著名画家张大千 张大千不但生前喜欢圆 经常画圆 一生中还曾饲养过十几只圆 更让人惊奇的是 有只陪伴张大千时间最长的圆 在张大千去世以后竟然开始不吃不喝 最终也追随着主人离开了世间 今天我就为您讲讲张大千与圆的故事 在台北市外双溪一带 坐落着一处雅致的宅院 这就是被称为五百年来第一人的 中国著名画家张大千的故居摩耶经社 这个名字源自佛教壮士人释迦牟尼 生母摩耶夫人 因为传说摩耶夫人心中有三千大千世界 张大千的名字又与这大千世界相同 张大千便给这里取名摩耶经社 张大千的晚年生活就是在这座 放着青山溪水的摩耶经社里度过的 请不吝点赞订阅 张大千的画室将近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 而硕大的画桌更是由两张乒乓球桌连接起来一样大 画桌中间有一座张大千先生的蜡像 常然垂胸的张大千神采奕奕 栩栩如生 正在执笔作画 而他的身旁蹲着一只神情灵动的圆 正根据着关汉先生的绘画 而这只圆正是专家所说的 陪伴张大千指导去世的那只圆 张大千曾经画过多幅以圆为主题的画作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就已经仿画过一圆级弧树双圆图 就这样张大千画圆一直画到了八十一岁 在这六十年间张大千画过不少以圆为主题的画 但无论画作尺寸大小 张大千总能将黑圆神态描绘得十分传神 甚至可以让观者感觉与圆兮兮相通 据张大千的亲友描述 张大千生平作画的时候 总会让一只黑圆陪伴在自己身边 久而久之 这只黑圆像是也懂了些会话 只要张大千画好了一幅画 他就会在旁边高兴的上窜下跳 逗得张大千哈哈大笑 张大千现存的有关圆的画作并不太多 绝大部分成为了私人收藏 在近几年的拍卖会中 这些收藏都开出了天价 张大千画的圆 在收藏者们的眼中 不仅仅饱含着张大千 对圆的那份情谊 更有他高深的绘画笔触 看到这里啊 我们不禁要问张大千为什么喜欢画圆呢 而且怎么还能画得这么好呢 这还要从一个小故事讲起 根据张大千自己的描述 母亲怀着张大千的时候 一直都平安无事 直到生产的前一天 母亲散步到自家后院的山坡上 晒着太阳的时候 慢慢地就睡着了 梦中 张大千的母亲无比惬意地走进一座山谷 正当他惊喜着四处张望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一位慈眉善目的白胡子老翁 只见这位老翁手里托着一个像铜锣一样的金属圆盘 盘子中央竟然蜷缩着一只小黑圆 老翁这时候说道 给你拿去吧 你一定要小心抚养 但记住 此物一怕昏星 二怕月亮 说完老者就转身不见了 张大千的母亲正在惊诧的时候 那只可爱的黑圆 一下子就跳进了他的怀里 张大千的母亲一下子就惊醒了 没过多久 回到家里便产下了一个男婴 这名男婴就是张大千 成年后的张大千也曾说过 巧的是 我成年以后确实是不能吃昏星的食物 小时候看到月亮随即便放声大哭 我也不知是什么原因 就姑且算是一个笑谈吧 成年以后的张大千最心于绘画 而他笔下的动物数不胜数 花鸟鱼虫自然是不在画下 有缘在画中的作品更是层出不穷 而这些生动的刻画都是因为张大千在生活中 饲养了很多种动物 有雀鸟 琴鲤 猫狗和马等等 他所营造的生活方式 他所养的动物 他所养的花鸟 在他的花园里面 经常有这些真其磁兽 那他生活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每天观察他 那么做这种精密的深刻的写生观察 那么因此可以让他的花卉 可以让他的动物领毛 可以画到那么精准精细的程度 这个都是来自于对自然的一种深刻的观察 另外 专家还为我们介绍 张大千运笔最精彩的地方 不仅是动物的神态 更出彩的地方是动物的毛发 它可以跟西方的生物图鉴然相辟 对张大千他画花卉里毛 还有动物的那种精准度跟深刻 可能都是来自于古法 还来自于写生 那么就今天来讲 能够传这个风格传统的精维度 大概现代画家里面可能很难做到 现存中国吉林省博物院的白眉兽带图 还有松竹斑鸠图中 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 画中秒雀羽毛质感真切 层次分明 张大千在细致用笔的同时 让花鸟画显现出了嫌异清零的风格 张大千画动物总是没有他的山水画出名 就像张大千的字一样 即使败在名师门下 练习多年以后呢 依然不能与他的泼墨山水画相提并论 说到张大千的字 他的名字竟然与他的老师和他深爱的缘 还有一段故事 1919年秋天 年仅21岁的张大千来到上海 他这次来到上海的目的 就是要找一位书法家拜师学艺 画家为什么还要学写字呢 原来年轻的张大千已经开始在画坛展露头角 渐渐的他觉得自己的书法有点拿不出手了 需要书法家为他提点一些 这才来到了上海 经过朋友的介绍 张大千拜访了中国近代杰出的书画家 海派书画领军人物曾希 并且表明愿意拜曾希为师 学习书法绘画 举行拜师典礼那天 张大千在上海的一家酒楼准备了两桌酒菜 邀请了不少上海书画家的名人 拜师仪式开始以后 张大千请曾希上座 屈膝跪下 恭恭敬敬 行了三后手 完成了拜师大礼 一般拜师以后 从此就师徒相承 没想到曾希先生说道 得知你喜欢圆 今天我给你提一个名字吧 张大千一听 赶忙问道 请问师父是个什么名 曾希捋了捋胡须 提笔写下的一个圆字 张大千惊喜万分 自此以后 张大千的很多书画的题字 都可以看到落款为圆的书画作品 圆字 音通圆 这个字既有着动物圆的含义 右边的一个爱字 更是点出了张大千一生对圆的痴迷 与喜爱 张大千曾经在《论话》中写道 我爱画马 画圆 画犬 因之也爱养马 养圆 养犬 圆是世界上最有灵性 最有感情 但最怕伤感的动物 圆与猴子是不同的 一般人总是分不清 猴子难分好歹 你喂猴子的东西 它乱咬乱丢 明明吃饱了 也要啃一口来吐掉 接过来再抛掉 圆就不同了 吃饱了就不再要食物 还有就是小孩子手中的食物 圆不会抢 猴子可就会乱来 所以我是喜欢圆 而从来不养猴子 为什么张大千能画能够 一直到今天 都得到这么多人的喜爱 因为他画的种类太多 画的面目太多 你在里面一定有你喜欢的题材 有人爱张大千的墨盒 有的人爱他笔下的侍女 有的人爱他的颇彩 他的作品看起来 都是那么的风雅 但是在张大千心中 最不能割舍的一个绘画灵感 恐怕就是圆 就像专家所说的 在张大千的作品里 你不会看到一成不变的东西 他变幻莫测的笔触 就像他笔下灵动的圆一样 陪伴着张大千 与他共同诉说的张大千 一生奇异的经历 都在丰富的他的话说